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 我是李國興 第二潛伏期,大家勿鬆懈 在未講今天的題目之前 請大家看看恆新指數表現 恆新指數跌了162點 收報27241點 成交過千億,有1077億 今天港股是一個反彈幾日後的一種回吐 目前走勢變成了一種賞樂市格局 因為在代變 等疫情,看看何時會出現拐點 大家都知道,現在的專家一直都將拐點退後 即是說,沒有那麼快會出現拐點 不過內地就一直暴力救市 放著水,撐住,A股就不斷升 所以形成港股就在中間 如果照經濟基本因素來看,就應該要差 但是A股放市,暴力救市之下 A股撐住,所以港股又不是跌得很深 形成一個現在拉扯的局面 不過剛才也說到,今天的題目是第二潛伏期 大家不要那麼快掉以輕心 因為現在的疫症有機會,還有第二波爆發 好了,先看今天恆新指數的走勢圖 全日恆指,你見到都是一枝羊竹 最低今天跌到27044 沒有跌穿27,000點心理關口 如果最近的反彈 都是受制在27,600區 以及指色的50天線 在這個區域,暫時 你當作一個重要的阻力位 如果升得穿27,660點 那就是有機會轉好一點 最好確認都是說 上到27,800,甚至28,000關口之上 站穩,你才說真的叫做鬆一口氣 否則的話,都要擔心 疫情那裡會令市場再度走低 今天內地專家,聽專家這麼說 國家衛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 鍾南山院士 他領銜的新的研究報告就說 現在那個新冠肺炎 這個潛伏期 中委數是3天 但是最長不是14天 是24天 同時不排除有超級傳播者存在 當然有 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郵輪 有一個香港人80歲 一位先生在那裡染病 那隻郵輪現在傳播開去 有多少人有事呢 現在說到是有130人 確診了130人 都算是超級傳播者 是會有存在的 雖然現在你看到發病的人 確診的人數 似乎沒有早期上得那麼快 但是不要掉以輕心 因為近期又有這個反攻潮 反攻潮又會有很多人流動 流動完之後 不排除有很多人帶著菌 又需要有第二個潛伏期 去觀察 中南山 他講到拐點尚未到來 第一個潛伏期之後 可能還有第二個潛伏期 若到本月底新增 病例持續下降 或者才可以初步判斷為拐點 他又將時間退後 原本第一次 其實他講的時候 是1月28日第一次 就覺得 他說7至10日 就已經可以出現 高峰期 即拐點會出現 後來2月2日的時候 就再講 可能要10至14日 即是去到 2月12日到16日 今天10日 原本過兩天 或者再過多今個禮拜尾 就可能會出現拐點 根據他所說 但現在他提出 第二潛伏期 即是說那些病菌 可能再久一點 因為我覺得 因為有春節的反宮潮 那個人口流動 所以他現在講到 是要去到本月底 新增病例如果持續下跌 才可以初步判斷為拐點出現 去到2月底 不排除再退後 大家要注意 所以疫情就沒有這麼快完 疫情沒有這麼快完 照計對經濟影響很深 現在內地很多主要的城市 都採取封城 或者半封閉 管理這些政策 現在北京的首都 上海 北上廣深全部都是 還有很多主要的城市 都出現了半封閉的狀態 所以對GDP影響應該很深 好像我們的深圳 隔離深圳 鴻海那些都說 大家暫時不要回來開工 這些情況影響有多深呢 中信證券固定收益 首席分析師 目前來看中國折後復工的情況並不理想 復工時點或者將進一步延後 即復工的時間要壓後一點 部分企業將可能會面臨生產 經營 然後資金周轉成等等這些難題 但考慮到當前政策支持力到較大 延遲復工對它業的影響只是階段性 雖然是階段性 但是這個階段都很困難 大家不開工 有很多東西要結帳 仍然沒有收入 那怎麼搞呢 野村證券研究報告就說 最近這個疫症 對中國的第一季度經濟造成重大的影響 並會擴展到全球的經濟 因為中國是世界工廠 如果中國的生產放緩 供應鏈斷了 你想想全世界其他地方都會受到影響 這樣的情況下 就會打擊經濟和股市 因此該行下調全年 所謂今年MNCI亞洲 日本除外的指數 的盈利 預測兩個百分點 去到10% 下調的盈利預測 兩個百分點 去到10% 指數目標 由MNCI亞洲的指數 目標由730點降至720點 野村以將中國首季經濟增長 由之前的5.8% 調低到多少呢 這一間行是調低於4% 只剩下3.8% 野村將中國首季GDP下調去到3.8% 3.8%是一個比較嚴重的數字 大家要注意 預期第二季就反彈 去到6.4% 幸好他覺得第二季就會反彈得好 全年經濟增長大概5.6% 即是低於6% 阿爺 其實最近用強勁的措施去支持住 最主要是放水 上個星期 央行做易回購 總共放水1.7萬億 正投放是5200億元人民幣 很大量的放水 今天雖然沒有做正投放 因為今天有易回購到期 但其實今天易回購的量有多大 都是天亮的 總共易回購是做了9000億元 裡面是7000億是7天的 2000億是14天的 總共9000億元的放水 雖然今天是彌補到期的那些 但即是說 都是大量的放水 令到市場不要因為缺水而下跌 所以大家看一下 內地的股市 你見到上證指數 不斷陽足不斷升 即是暴力救市 今天已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收290 接近298點 深淨成分股指數 接近全日最高位收市 收107.28 記住107.28 這個數已經是高過1月23日 即是農曆新年休假之前 那天最低 所謂那天的收市位 那天的收市位是10681 今天已經是107.28 高過 即是好像沒有事 整個疫症對它沒有影響 而深圳創業版指數更誇張 上個禮拜已經創了近期的高位 今天再重一步上升1.3% 一路不斷走高 因為什麼呢 因為放了很多水 暴力救市 好了 剛才說了 其實你將這個分兩個階段 第一就是說 其實疫症是美國的 專家告訴你 可能還有第二潛伏期 要去到這個月底 才有機會結束 但另一方面 阿爺對經濟很大影響 但另一方面 阿爺 即是人民銀行 大力放水 支持那個經濟也好 股市也好 或者你吹谷也好 浪著不讓它跌 總之什麼的辭匯都不要緊 總之就是搞到市 就好像沒有太大影響 所以在這兩個因素夾擊之下 港股跌了下去之後又反彈 但是我們比較理性一點 因為我們又不是反彈得那麼多 50%左右就行人止暴 現在變成一個珍持上落格局 跌下來之後 都有點反彈 那後市怎樣呢 看外圍 看美股究竟生不生勝 因為今天我們跌 都因為上星期五 美股開始有回吐的壓力 導致跌接近1% 最重要是 最擔心它出現了什麼 黃昏之星 它上星期五公佈的就業報告 就是那個就業人數好 但是市場呢 就憂慮它 就是它之前就 revised 了這些數字向下 所以呢 咦 有些回吐的跡象 究竟會不會是因為黃昏之星而跌呢 這樣大家要注意了 所以港股可能呢 短期要看著美股 假設美股會回的話 那恆治呢 就會是什麼 就受制著50%這個反彈幅度呢 然後呢 出現這個 在26000到27500 這些水平之間那裏增持 等疫症 看看什麼時候會出現這個拐點了 如果那個拐點不出現 遲遲不出現 再加上呢 美國又回吐下來 那我們就破體而落 相反如果拐點早些出現 美國又沒事了 那我們有機會再反彈多些 現在都是等 要看這個 什麼時候的疫症結束 等運到的 這樣 那這些有時候 人類面對這些疫症的時候 都沒有什麼辦法了 雖然說 可能有特效藥啊 可能有這個方法去緩解 但是 都是要看這個疫症什麼時候結束的 那所以現在 就是利好一部分呢 就是疫症受惠股了 好像這個 阿里健康那樣 今天升13% 因為大家都知道 他是網上買藥那些 那這個 這個 當然是有利他 或者這個 起碼有炒作的概念 另外 平安好醫生 就是網上診治 網上看醫生 這件事 也是有利 所以又升8.1% 又破頂了 另外 香港電視 就是因為很多人在疫情之下 在香港網購 就令到他受惠 升成26% 好了 那這些股份 都是因為疫症之下 做好的 如果你是偽高人膽大的 你就玩一下 如果你不是偽高人膽大的 就等疫情結束 或者見到眉目之後 才再投資 好了 今天分析是這麼多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 我們要來看 我們要去看 你 看 你 我 感谢观看